我是跨媒体艺术学院 实验艺术系的史新如 这件作品的名字叫《接驳之地》 它整件作品是在围绕时间感和历史性展开的 然后这件作品它的关键词是地理传说 整件作品它的背景是一乔的两次坍塌经历 我们可以看到影像里面 它很多人物符号都用马来进行了替代 一个原因是因为马它在不同时代 不同文明里面都起到了重要的动力中枢的作用 第二个原因是想要用马的符号来隐喻曾经的战争背景 然后利用现场手和马的形象来凝聚成一股更加集中的力量 来隐喻曾经战争的破坏性和历史时间里面破釜沉舟的感觉 然后影像是实拍和后期技术一起制作而成的 这部动画的叙事它是分成了三个章节 因为一乔它有两次坍塌经历 我是把这两次坍塌经历分别穿插在三个章节之中 第一个章节它是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样 它是围绕一些比较原生态的自然形态的景观展开的 到后面就变成了一些更加工业化现代化的景观 现场的材料一部分是我自己设计的 一部分是在现场实得的材料 那边木片上的文字是我在一桥现场踏的 用皮纸踏印再用水把它附到了这样的材料上 像这些装置内容是我在现场实得的材料 一方面是想还原地方的真实性 把这些材料重新烧制的原因是 想要让它模拟在战火中的战损经历 最后达到了这样的现场效果 就是整件作品还是以它的时间感为主 4月1日 您立带一直在打成 4月3日 5月4日